第五百六十五集 可你欠我幸福 拿什么来弥补 当年的我 只是个小伙计 我的邻居就是这样一个小姑娘 她长得不是很好看 却温柔 我们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互相都知道 彼此就是自己这一生 要伴随走过的人 若是不发生什么意外 自己这一生 就将那么平凡 却又幸福地度过 但在自己十七岁 去提亲的时候 她和她父亲 答应了自己 那天 在她家喝酒 喝醉了 却很幸福 但在第二天早晨出门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场婚礼 一个青年 用雪白的大马拉着马车 马车中是她的新娘 新娘满脸幸福满足 那一刻我自卑了 我愤怒了 我突然想起我喜欢的女人 这一生还没有坐过马车 更不要说是属于自己的马车 那一刻我突然想 我要赚钱 我要奋斗 我要为我喜欢的女人 转一辆马车 让她欢欢喜喜 幸福地坐着那辆马车 进入我们的家 这是我的理想 为了这个理想 我开始努力 一直努力 然后我发现 我既不会算账 也不会做生意 而且还没有力量 力量 是的 只要有了力量 我不仅能够转来马车 还能保护我的女人 所以我要力量 所以从那时 我就开始寻找一切机会 当我师父出现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 盼盼 你等着我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大英雄 回来娶你 这是我临走的时候说的话 那时盼盼说 我不要你成为大英雄 我只要你在我身边 好不好 可是自己没有答应 只是要求 等我回来 然后自己就走了 是的 我一开始是为了我的女人去奋斗 一直都是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却在这江湖中 迷失了自己 我一直感觉自己不够强 不能保护身边的人 于是我一直修炼下去 我热衷于沙法 热衷于快意恩仇 不断地往上冲击 却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只是一辆马车 只是一辆马车而已 但我终于有了成就 幻然悔悟的时候 回去去迎娶我的新娘的时候 那时候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盼盼 不过你变成多么老 多么丑 我都娶你 我都娶你 但 我回去的时候 却只看到一座孤坟 墓碑上 只有两个字 盼盼 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名字 还是你对我的盼望 盼盼 是盼盼 还是盼望 听村里的人说 你一生都没嫁人 一直在等我 等到你自己行销鼓励 等到你心伤混乱 等到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手里还抓着当年我送你的唯一的一个发簪 你一直到死都没有完缘半句 都没说一句话 你死了 可你的孤坟还在等 还在盼盼 到那时 我已经有了马车 而且随手可得 但我的马车谁来坐 我已经拥有了保护你的能力 可是你 又在哪里 习武练功 就是为了保护 可是我 我要去保护谁 李长龙纵声长笑 放声嘶吼 似乎要将心中的痛悔狠狠的都喊出来 但是 却越喊 越心中痛苦 越是痛不欲生 眼中泪水滚滚而下 尤其是 在面对的这一对有情人 一个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保护自己的爱人 一个身临绝境 也要与自己的爱人在一起 不管生死 只求在一起 李长龙突然了解了 突然明白了 盼盼当年的话 突然明白 当盼盼 他奄奄一息 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所期望的是什么 当他咽下那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带走的是多少的不甘 与遗憾 以及 多少的眷恋 当年的盼盼 岂不就正如眼前的谢丹凤 他不要求自己的男人 能够比所有人都厉害 哪怕他不能保护自己 但只要在一起 或者 死在一起 就足够了 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幸福 相比起自己的错过与错误 眼前的谭谭和谢丹凤 虽然宾死 却比自己要幸福的多 幸福一万倍 李长龙痛苦的蜷缩着 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 在这一刻 回去 回到盼盼的身前 虽然 现在那里只是一个长满荒草的孤坟 可他就是想要回去 他声音着 突然嘶吼 走 快走 再不走 我杀了你们 谭谭没有想到 面前强大的敌人 竟然在这么要命的时候 精神突然失常 但他却来不及考虑 一拉谢丹凤的手 两人亮亮呛呛地冲了过去 从李长龙的身边冲了过去 冲过去的时候 谭谭断掉的手臂 就那么从李长龙的衣襟上拍打了一下 李长龙似乎毫无所觉 默默地瞪着眼睛 眼中满是痛苦 快走 谢之秋身子一震 与两位黄座硬拼一击 那两位黄座 在这位军级高手全力一击之下 秀秋一般的翻滚了出去 谢之秋喷着鲜血 背着谢丹穷猛冲过来 左手抓起坛坛 右手抓起谢丹风 双目怒瞪如临 一边渴血 一边足不沾地的冲进了树林 身后 谢氏家族的人 在这一刻已经损失了五六十人 剩下的不到一百人 同时从李长龙这边这个缺口一涌而出 冲进了树林 苗卜聪浑浑身浴血 背着奥邪云 一边吐血 一边冲了进去 李长龙任由人群从自己身边冲过 无动于衷 甚至有人杀红了眼 在经过他的时候 顺手砍了他一刀 他竟然也没有任何动作 就这么让那一刀劈在自己的肩头 嵌在自己的肩上 李兄 蔡孝成魂飞魄散地冲过来 以为李长龙中了什么邪法 李长龙茫然地抬起头 蔡孝成大吃一惊 登登登倒退三步 李长龙的脸庞 在这一刻居然已经皱纹密布 老太隆重 他无神的眼中 突然发出一阵亮光 楠楠说道 习武练功 就是为了保护 盼盼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李长龙突然长声而起 疯狂一般向天思吼 蔡孝成茫然不知所以 后面 诸葛家族那位领头的黑衣蒙面人 静静地放下自己的手 手心中 数百枚牛毛一般的蓝汪汪的细针 悄然消失不见 这个李长龙竟然突然间失心疯了 不过这样也好 终于不用我亲自出手了 他心中静静地思考 这个傲家的混蛋 险些将这帮人一网打尽 简直是可恶 注意保持距离 另一个黑衣蒙面人一瞪眼 对奥朗云骂道 你们他妈的眼睛瞎了 还是耳朵龙啊 让你追着 不是让你赶尽杀绝的 要赶尽杀绝 还要等到现在吗 混账 奥朗云顿时气得眼前一黑 几乎就要忍不住心头火气 翻唇相机 但终于被奥梦云拦住 我们只求杀了奥歇云 且让着他们 反正只要最后 奥歇云必死就行 哼 奥朗云重重地哼了一声 便在这时 诸葛家族四个黑衣蒙面人 同时脸色一折 眼中射出了慎重的神策 看向远方天空 只见在遥远的天空中 突然间一股淋淋的微压 突然出现 就像是锋利的宝剑 将空气一起割断 乌云密布的天空 突然间在远方露出了璀璨星光 那是一股冲天的暴怒 将乌云完全割碎 四个人同时震惊起来 相互地看了一眼 其中一人滴滴地问道 这是谁 他这句话当然是废话 还隔着那么远呢 没有人知道 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 这个人可怕之际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沉吟着 突然眼神一骇 难道我们追击引诱觉醒者 却招来了九节剑主吗 这句话一出 正在往前赶路前冲的几个人 突然同时猛然站定 接着就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 随即突然又有所觉 四人同时转心 只见在自己背后遥远遥远的地方 又是一股锋锐的剑气冲笑而起 眨眼之间 那块区域的乌云就猛地被扫荡干净 两股剑气一南一北遥遥对峙 突然间天空中吹过的风 也变得割裂越裂 一南一北 两股斩破苍穹的剑气 就这么在空中出现 就像两个绝世剑客相约一战 目前正各自拔出自己翘中立剑 准备一战 只是准备 就已经有了这种威胁 那么当这两个人当真一战的时候 又该是如何的惊天重地呢 少请两股剑气一起收敛 但空气中的那种压抑 却越来越浓重 绝不是九阶建筑 众所周知 九阶建筑只有一位 而现在却明显是出现了两个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淡淡点头 看来是我感觉错了 不过在这中三天 竟然能够出现这样的两位绝世剑手 岂不是奇怪至极啊 大哥 所谓的九冲天法则 也只能约束一般人 以我们的地位 自然是知道 某些超然的存在 是不受所谓的九冲天法则约束的 说的也是 走 追上去吧 远方 楚阳瞪着眼 看着远方出现剑气的地方 那一片星空的乌云 正在缓缓回楼 似乎那刚刚拉开的大漠的舞台 又在缓缓的河上 急吃之中的楚阳 眼中猛的一亮 那是王命湖的方向 九阶建 第四阶 楚阳心中一闪 还是向着谢氏家族逃走的方向赶去 他的手一松 一只无形损脱手而飞 有了墨天机的情报网 的确方便了很多 第五百六十五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